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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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樣,你明白嗎 都說不是這樣 不再說 嘩,YoYo 你平時也不是那麼 很激烈,節目開始了 為何那麼生氣 阿軒,你欠我20元 20元假裝錢,我回頭還給你 不過為何你那麼生氣 你知道女人 每個月僅有幾天 很辛苦,很煩躁 一經歷這幾天 情緒都會受到困擾,沒辦法 阿軒 我也明白,其實每位女士 都會有這個月經的煩惱 因為每個月來的時候 實在太辛苦了 所以又見及此 我們這次節目中 請來一位註冊的中醫師 周醫師 跟大家講解一下 有關女士月經的問題 周醫師,你好 你好 周醫師,我想問一下 其實因為我自己是女生 我也想知道 其實為何來經的時候 會感覺到痛楚 這個問題 首先你要知道 我們的月經是怎樣 因為每個婦女都有一個特別的功能 繼承全複接代的任務 有一個生殖系統 其中有一個子宮 有卵巢 這些生殖系統 由於內分泌的控制 有一個每月的變化 最明顯在外面看到 是子宮內膜的脫落 引起有一個月經瀰 在這個月經瀰的時候 正常的時候 不應該有痛的 但由於子宮強力的收縮情況下 然後女人就會感到自己下腹會痛 原來是這樣 對 那我想知道 其實月經… 因為有時真的痛得很辛苦 其實會否影響到健康呢 月經痛應該也不是正常的問題 應該是一個病 會影響到一個女生 她自癒本身的情緒 甚至失眠 心情不好 吃肉也會下降 不能夠上班、上學 影響很大 對 有時來月經的時候 真的會辛苦到 不太想上班或者上學 對 其實我好像… 我有試過有一個朋友 我跟她外出 她真的痛得臉青口唇白 然後後來就直接痛到跪在地上 之後我竟然送她去急症室 其實痛得那麼厲害的話 其實是不是真的對身體會有… 有很大的影響 意思是 月經痛的程度有不同 有些輕一點都可以引濕 但痛得… 剛才說的 在街上也要跪下來 這些情況也很少有 都是有的 有些痛到要暈倒也有 送她去急症室便很應該 即是一定要送她去急症室 即是讓醫生去看一看她 如果痛得很厲害 就應該看醫生了 明白… 還有我想知道她這件事 其實是否跟她… 因為她痛得那麼交關 是否跟她本身的體質也有關係 這個一定是跟體質有關係 血氣的虛弱 這個後… 真是很重要的原因 嗯… 其實在中醫的角度而言 怎樣去… 調理身體和去醫治那個經痛呢 首先在中醫的角度來講 一個人最重要的是… 血氣問題 要調理血氣正常 能夠運行通腸 這樣就去預防月經的痛 因為我知道中醫 因為我媽媽經常叫我多喝抑霧草 中醫有一個配方 這個配方是怎樣的呢 你說起抑霧草是一種自然的植物 在中醫用得這麼久的時間 抑霧草已經是中藥 這個可以活血、去乳 通筋、化乳 還可以去水腫 多數時候都溶在腐科的病 我看到了 這個抑霧草真是很好的功效 我又想問一下意思 其實抑霧草有沒有分別體質 要多喝一點、少喝一點 因為中醫來說有寒底和熱底 會否真的女士應該喝的呢 還是因人而異的呢 這個抑霧草 我們幾千萬年來 在中醫方面都比較多用於腐科病 對你去看病的時候 中醫已經跟他判斷 亡足溶聽 打了脈以後 他就會下藥 這裡你們不用擔心 他會按照你的體質下藥 配方 其實如果要吃抑霧草 其實真的要經過中醫師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受到 一個人有病或是月經痛 我們都應該去看醫生 然後會處方一個痛經的藥方 給你們吃 這樣就醫治病 經過醫生看了以後 我們市面上的藥方 都會有一些 鸚鮑草的蔥劑或膠囊 都可以自行 適合的可以買來吃 在坊間也會有一些叫抑霧草的蔥劑 即是一個中成藥 其實這樣去喝這些蔥劑 以及醫師開這個中藥給我們煮 有個分別有多大 在外面的抑霧草蔥劑 到處都可以買 大家都可以去用 但這個就比較不太科學 最好都是給醫生看過 根據自己的病情去用抑霧草 再加上醫師 你不是單單用抑霧草來治痛經 它會有一個配方 通常在苦科病上 其實我覺得女士是很辛苦的 很多苦科病痛 其實抑霧草除了醫治這個經痛之外 有些什麼苦科病 是可以有一個配方在裡面 會用藥的呢 這個問題是非常好的 剛才提到痛經 用抑霧草 其實抑霧草 剛才提到有這麼多功能 是能夠活血發育 對於其他的炎症 像子宮炎 或者卵巢的問題 酌卵菌炎 有時候都要配方下去 都可以用到的 即是有些朋友就說 驚痛的時候 就有一些坊間 有些朋友就說 喝點甜的東西 其實是否合適的呢 如果在我們中國人 和疾病鬥爭的過程中 也有很多中國人的智慧 跟中國人的朋友 他們有文化 他們會煮一些薑糖水 這個有薑有糖 它都會有一個暖 他們使血氣混化得好 這是有作用的 其實我又想知道 因為有些女士 來月經的時候 是不太定的 甚至乎可能三個月才來一次 那其實這一個 是出現了些甚麼問題 這個就 說到月經的情況 就比較複雜 簡單來說 一個女孩子 她有個月經來 就叫做月經 每個月來一次 這些是99%的 女孩子應該是這樣的 但我們在醫學上也發現 是有一些家族 那些女孩子 她每個月經 就不是一個月來一次 有些三個月來一次 這個是正常的 甚至半年來一次 六個月來一次 都是正常的 甚至一年來一次都是正常的 我一年也有來一次 是 一年來一次也有 更少的就是 終生都沒有月經 在醫學上都已經發現過 但這個女人是可以生小的 也可以正常生育 也可以生小的 這件事我真的聽到 中醫師說的時候 這些就叫做暗經 也有 暗經的 其實我覺得女士 因為每個月的月經 都很辛苦 令到她們很煩躁 其實有甚麼方法 除了剛才說 抑母草這件事之外 可以再減輕她們的痛楚 我們從中醫來說 長公是自未病的 預防是第一 如果有了痛經 我們就應該去看醫生 能夠使她處理了這個問題以後 我們爭取在下一次經歷時 就不會痛 就比較好 就是做足預防 最重要的事 對 先去醫治 這永遠都是 預防就升於治療 對 總之身體差的話 真的要找中醫師補一補 其實有甚麼 我們平常女士 吃一些調理身體的配方中藥 如果說調理身體 我們中醫最首盤的 就是有一個叫八珍湯 八珍湯 八珍湯有八味藥 這個可以對氣血兩條 大家經常用八珍湯也不錯 是中國人 特別是年紀大一點的婦女 她都會在每次月經來之後 或者之前的時間 都會用一個當歸 去治療,煮一些湯水 她能夠保持月經很好 還有容顏很漂亮 所以你看到歷史上 那個慈禧太后 還有武則天 他們是 公廷有一個秘方 就是用這些益母草 去調理她 使她保持到 女性武則天 美貌 或是她的美貌 美貌都居姓八十歲 都好像她二、三十歲的女人 這麼厲害 你去看歷史的東西 非常容易 驚嘆這個益母草 美容的功效都有 聽到醫師這樣說的時候 女士的觀眾聽完之後 真的莫益良多 不如讓大家消化一下吧 先休息一會兒 以後 傳統陪月智慧 現代護理調養 專業陪月員陪你坐月子 愛寶寶 愛疼你的伸子 好月子陪月 令寶寶健康 令媽媽無憂 月子坐得好 一生沒煩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美的方程式 回到家就当然想有个安乐窝 我们会用不同的角度 为你打造一个写意空间 令你梦想成真 还会带你一家大小 由室内玩到室外 增进亲子感情 乐也融融 我们的家 尽在家庭乐岸居 继续回来 每天天好生活 有我胡亦牵 和我的好拍档Yoyo 还有今天我们讲解的话题 就是说女士的月经问题 我们就请到注册中医师 周医师和大家聊聊天 周医师你好 周医师你好 你好 好像上一节 说了很多关于女士 就是月经上的很多问题 其实月经真的令到女士 都会有些困扰 比如说 好像每一个月都会痛的话 像你刚才所说的 就是一定要由基本开始 去调理身体 令到那个预防 其实有时女士们除了月经之外 我们男生常常有个误区 就是说那些真的流出很多血 其实那些是否真的 除了血之外 还有什么成分在里面 为什么会是红色的呢 一个月经应该是生离的现象 正常的一个女生 每个月来的月经 它是基本是100cc左右 由于这个子宫的问题 和荷尔蒙的不平衡 就会有人的月经比较多 甚至月经的时间延长 超了七天 甚至年纪大一点 它已经有一个功能性的子宫出血 甚至有见过病例 是整个月都没停过月经的 那些就叫做月经过多 但是在中国人或中医方面 有两个字叫做血崩 那些就是月经的问题 这些就是比较严重的腐科问题 很多时候有时女士有月经 然后她又譬如用卫生巾的时候 她又检测到自己 在卫生巾上有血块 其实有血块是否正常 而且流出来月经的血 颜色是怎样为之自己检测到 是属于身体正常的血颜色 是 我们一个女士正常的月经 她是经过内分泌的控制 她里底有一定的性分 是抗认的 就是月经的血是没有凝固的 是原来的 这个血是身体内的血 所以正常的月经 应该是没有凝固 鲜红的血 如果你看到自己的 维生巾上有血块 那些就已经凝固的血 凝固的血就说明我们身体内 分泌是有问题的 是 加上这个血是有瘀 中医叫做血瘀 那你就是不正常的了 我又想知道 刚才周医师你说 有些人试了案例 是试过一个月都没有停过来月经 那这个案例 到最后你是怎样治理它的问题 这个就是一个血崩症的 出现是比较年纪大的女性症 会有的 她的内分泌完全断了 那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说 都还是要下方去调理她的血气 那血气好 内分泌会平衡 这样就会慢慢好 再加上我们还会用针咎 针咎会通这个经浪 这样我们几方面配合呢 我们也有些病例是医好了 比如说有时朋友就说 我们女生身体差的时候 就是月经那几天的 其实有时都说 很容易感染到另外一些病症 就是说很容易病 其实是否真的容易 会有另外一些病痛 是因为月经而引起的呢 这个是很适合的道理 第一就是说 月经本身已经不正常了 也就是她的血气有些混乱 嗯 在这个时候如果是 再加上其他的条件 好像有时候 我们做个小朋友 有时候中学的女生比较小 她们对身体的外护 不太懂得 她们洗澡或什么 搞到骗子 就会在这个时候 引起一些所谓的暗病 由于月经不正常 去感染骗子 我们就会有其他阴道炎 其他的病 其实这些月经引起的病症 其实会不会特别难根治呢 甚至乎 有时女士 譬如说有很多苦科病 譬如说你刚才说的那些 阴道炎 甚至可能会引起了很多子宫颈炎 这些 其实会不会真的 会比较要由月经那方面 去着手去根治 或者去调理了呢 如果是由于自己不小心 而引起到有感染 在西医的角度 叫做有与细菌 然后就和月经 是有很少关系 就变成另外一个病 就像刚才你说的 子宫颈炎 这个子宫颈炎 可以使得子宫颈的肌肉 真的有些好像霉了 所以我叫做子宫颈炎 无论有味烂的情况 这些就要专门去医 即使月经好了 她也会遭遇这个问题 但这个人 特别是结婚的女性 会比较多子宫经验 有时有些朋友就说 除了好像刚才的医师 你说月经的时候会有血快 甚至乎有些人 月经的时候那股味 是比较大肠的 其实那个味道来说 会不会是关乎因人而异 还是因为本身自己的月经的时候 那个经痛严重性 而引起的那些味道 一个正常的月经 刚才说了是我们正常的血液 由于子宫内膜脱落而流出来的 正常的月经应该完全没有味道 没有凝固 由于刚才说了 我们有时候不注意到个人的维生 这个月经是血 在医学上 这个血是细菌的 最好的食物 也就是最好的培养机 我们有一个说法 对 感染了细菌以后 这个月经就会像饭臭粟 就会有一个味道 饭臭粟也是细菌感染的 你放得久了 有发毛 月经感染了细菌 它就会有一种異味 所以有異味一定是不正常的 刚才周医师说了这么多 关于月经的知识 我想知道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 是否有什么方法 可以令到我们来的月经 可以来得正常一点 要一个人去保持身体的健康 首先血气要维持得正常 所以我要一个人 特别女生 都应该注意 休息要好一点 早睡早起 这个做得到 对身体已经很好 但是我在行医这么多年 我们香港人都是很晚睡的 是的 很难做 我这里看病的人 我都问过他们 你几点睡觉 他们都说 又要看了《万根新闻》 又要找电脑 其实我们香港人 多数人不是睡觉 是睡早的 天亮就睡觉 什么叫天亮 我们是太阳和月光的交更 我们算是12点 12点 12点就叫做零点 所以我们现在香港人 是过了零点的睡觉 这个按照我们中国人那句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来说 是 就很不对 如果大家能够早睡一点 月经日会好 其他的五虎六床也会好 病也会少一点 所以最好睡觉的时候 我在香港也要求我的病人 我来看病的人 我不管你什么时候睡觉 你能够在12点睡着 这个是最低要求 在香港来说 是的 如果正常的 应该在10点 10点半 我有些朋友脱休 9点睡觉 9点睡觉 其实身体很好 没有的 真的很好 60多岁、70岁 没有什么病 睡觉 睡得好 你已经洗身体很好 女孩月经就会正常很多 第二个就是饮食 饮食最重要的是 在香港的现代化都市 每个人进茶餐厅 就叫嘉兵 是的 很多人都喝冬夜 冬夜 其实对血气是一个打击 但是多喝冬夜 子宫的收缩都不同 所以要割冬夜 或者尽量少喝一点 这些也很好 就是割冬夜很重要 Yoyo 一定要知道 如果你们喜欢中医中药 我们中国文化 就可以有些机会教大家 去做一些保健的 可以说是保健粗 或者是穴位的按摩 那些都会提高身体素质 也有帮助 減兴月经的痛楚 有很多穴位 有时间我们都可以再说 好 可以学一下 但是除了你说 你意思说 饮食之外 有时女生 你都知道 她们爱靚不爱命 有时穿衣服来说 有时会不会 都会因为衣服的裤头 甚至裙的位置 穿得太多紧身衣服 而令到她们的子宫 各方面 身体方面 都有些不舒服和异样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 是的 我在看病的时候 在临床的症状里 有一天 有一个女生 她走来找我看病 她没有什么病 她就说 我头很暈 她头很暈 我跟她打了脈 又闻了她的情况 就知道 原来她真的是 爱靚不爱命 原来她减肥 她减肥 因为她不吃饭 是 甚至喝点水 已经有一个多、两个月的情况 就是这样留下 原来就造成了频率 我说她的头昏 月经是来自 这些病人 首先我们都要劝她 首先要她拿命 才拿命 叫她正常吃东西 刚才说的白珍汤 给她 经过调理以后 也有一个多月以后 她再回来看 已经好很多 一个女生 你要爱靚 要照顾到 实用 跟美感要结合 穿紧心腹 刚才说的 太紧的时候 会影响空气的流通 和温度的散发 身体有局部的改变 首先 我们正常一个女生 她下身 我们说到医学上 她有一个正常的环境 首先 她正常的女生 在米月经历的时候 那个阴陀 是保持一个酸性环境 为什么要酸性环境 原来我们的酸性环境 它是压抑到细菌 细菌 细菌就不会生长 就不会有樱桃炎 它自己有一个自洁作用 自己清洁自己的作用 这个作用 如果你穿紧心腹 温度会升高 就没有了 还有紧心腹 迫到我们自己的身体 是 血脉的流通 都会受到影响 手肌有时做细菌 就会影响到 我们叫做盆腔 下身的血液 的循环 那就会引起很多腹股病 其中就是有痛经 这个也是一个注意点 明白明白 所以Yoyo 除了刚才在医师说的 不要爱美不爱命 就是减肥不吃东西 我不会 是吧 还说不会 希望各位女士都要知道 漂亮之余 所以千万希望给自己的下身 都会被空气流通一些 甚至乎穿衣服的时候 都要注重 所以这次的节目里 听到钟医师说了这么多 关于月经的痛症上 应该如何医治获益良多 所以我和Yoyo 都在这里再一次 多谢周医师 多谢周医师 这次我们日日好生活的 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propriza o